好 这里关心也是最新的讯息 新北市一所国中有多名家长 昨天傍晚接获了学校电话 被告知孩子肺结核筛减 呈现了阳性反应 需要预防性投药 心急下冲往了卫生所 质疑为何筛减四个月后才有结果呢 目前的最新状况 也马上联系给记者黄淑文来告诉大家 淑文请说 好 主播观众 新北市一所国中遭到家长投诉 说学校是爆发了集体肺结核的疫情 但是呢 这个校方呢 既然隐匿病情长达五个月 现在根据了解呢 是感染肺结核的一共有13名学生 有11人投药 但是呢 校方呢 为什么呢 是隐瞒了这个家长长达了五个月呢 马上来听听看校方最新访问 那因为他们有一个SOP的流程 所以呢 到了11月的时候 我们再 医生再来塞了一次 再来检查过一次 那有七个 六个用药 六个已经都在用药中 那因为马上知道了 一定要通知家长 家长的担心 我们可以理解啦 早在去年10月 学校开学没多久 就有一名国中的男生 感染到肺结核 合天就医 到了11月 有40名的校生以及家长呢 其中呢 就有四人有投药 五名被筛检出阳性的反应 一直到了今年2月 又有再度有六人呢 必须要投药 有七人呢 是也被筛检出 有这个肺结核的阳性反应 从这个数字来看 可以知道呢 是疫情是持续的扩大 但是呢 一直到昨天啊 这些八名的感染的学生呢 家长才被通知啊 说学生呢 有被感染到肺结核的情况 家长非常的不满意啊 而学校方呢 是这个推卸给卫生局啊 说一切是符合了 这个卫生局的SOP流程啊 并且有在这个联络部写上 请家长就医啊 但是家长说 你只有通知我要就医 但是并没有通知我 这是肺结核的病情啊 因此现在相当的不满 而令人担忧的是 这八名的学生 目前呢 还在学校就读当中 并没有格外做隔离 这是现场问题掌握最新 把镜头还给彭内 好 现实我们看到了 八名学童感染了肺结核 但家长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到现在才告知他们 那么